在春节呢 天气比较湿冷 很多人会选择去泡温泉 不过小心了 我们中间新闻接获投诉 有人到北投行义路的 黄西温泉景观区来游览 居然呢 被步道吓出一身冷汗 怎么回事 原来因为步道的木板直接松脱了 鞋跟直接卡在缝隙里头摔了一大跤 记者重回了现场 甚至呢 还发现有一大块的 整块的木板都是松动 谈发局也做出回应说 因为活动木板是为了方便维修 走在步道上可能得像这样盯着脚下 因为木板不是曲了一脚 就是 你看这个都坏掉了 你看啊 这样一踩 我刚才一踩 就整个都差点摔倒 拍下影片的民众好气 最夸张的还有这个情况 怎么了 哎呀 这个没有钉死啊 在这边跌倒的啊 晚上上来啊 这个不是有空吗 还有女孩子不是穿高跟鞋啊 它就卡到了 我们重回现场来检视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木板 已经加装了两个钉子 不过当我像这样这么一踩 原形毕楼 踏板成了悄悄板 北投行一路的黄西温泉路头区 98年竣工启用 做了步道是要把温泉业者的管线遮盖 利益良好 让民众散步跟看风景 现在却得低头注意步步惊心 虽然夜间照明不好了 但是 好恐怖啊 这个是要更新啊 这个 姐姐怎样觉得恐怖啊 会掉下去 活动的方式的考案是说 他们管线有时候会有锈石 或者是说他必要抽换的时候 那他可以用 进去下面 他可以做必要的这些管线的 这些维修的作业 整块木板活动是为了维修 那么这个崩坏的 扶手呢 这个要赶快修好才安全 产发局表示 扶手可能被人为恶意破坏 依规定一周就请人来巡视一次 接下来会更常来检查 维持步道状况无虞 中天新闻 侯正伦 武天阳台北采访报道